需要有时候还要跟百姓一起来 一起忧患 一起快乐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孟子认为实现人政的理想并不容易 君主必须想要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 把自己的享乐放在最后 可是在推行人政的过程中 君主的想法需要有人具体实施 也就是必须有好的大臣来配合 那么大臣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呢 在国君出现错误的时候 大臣应该怎么做呢 那接着我们再看 事实上国君一个人高高在上 真正统治的是谁呢 往往是大臣这个层面 接着我们就要问 如果讲人政的话 那儒家对于大臣有什么要求呢 在《论语》里面 有一个人请教孔子 说你有两个学生 放在正式这一科 我们都知道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 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正式就是政务跟事务 就是可以当公务员的 他特别提到是 燃友跟子路这两个同学 所以别人就问 燃友跟子路可以算得上大臣吗 孔子一听说 不行 他们不能算大臣 只能算巨臣 具体的巨 什么叫巨臣呢 他们有专业能力 可以把他的某一项政务 把他做好 他是具有这个能力 可以这个进到做一个臣子的责任的 但他不能算大臣 真正的大臣呢 八个字 以道是君不可则止 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 行不通就辞职 所以孔子对大臣的要求 很简单 我之所以当大臣 是要跟国君合作 照顾百姓 如果这个路是偏的 那我就宁可辞职 所以在孟子来说的话 他对于大臣 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个 要匡振国君 国君很容易有偏差的念头 譬如谁呢 你看历史上就知道 商纣王 商纣王年轻的时候 既聪明又勇敢 真是一个人才 一直到有一天 他的叔叔啊 就是姬子 看到商纣王很喜欢 象牙做的筷子 就知道糟糕了 象牙做的筷子很精美啊 一般的筷子 恐怕是简单的材料做的 象牙做的 商纣王很喜欢 糟糕了 为什么 别人就开始找各种 稀稀古怪的宝贝给他 他就开始每天 沉迷在这些 好东西里面 姬子就很担心 吕劝不听 最后只好放弃了 所以他如果一开始走偏的时候 你没有给他导正 后果就不堪设想 而另一方面 你说你要匡振国君 孟子特别有一段话 值得我们的深思 他说 掌君之恶其最小 逢君之恶其最大 国君犯什么错 你跟他助长一下 说这个不算错 你多做一点 没关系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是错的 这个最还算小 为什么 比如说国君贪污的 他贪大的 你贪小的 你跟他说多贪一点 没关系 你需要洗钱吗 我帮你搬钱 这个就 孟子认为罪还算小 那什么叫逢君之恶呢 逢赢国君的罪恶 就是念说人最坏的毛病 替国君找借口 孟子认为这个不能原谅 国君做错事了 你跟他说 人都会做错事嘛 所以你这个错还算小的 孟子就碰到这样的事情 齐宣王在位的时候 曾经攻打燕国 因为燕国发生内乱 所以齐宣王派军队去了 五十天之内 就把燕国打下来 齐宣王很得意 他说你看 我这个国家跟燕国一样大 五十天之内就把他打下来 代表这是天命 上天要我这么做的 得意的不得了 孟子劝他 你就替燕国找一个好的继承人 把军队退回来 不要占领别人国家 齐宣王说怎么可以呢 好不容易打下来 当然要占领了 把他们的财宝都把他搬过来了 结果两年之后 其他各国组成联军 要来对付齐国 因为他们都怕 你齐国已经很强了 再把燕国占领 那将来对其他各国不利嘛 结果齐宣王慌张了 他怎么打得过联军呢 他就说 我觉得对孟子很惭愧 因为孟子以前劝我 不要占领别人国家 当时我不听 两年之后立刻就有报应了 所以我很惭愧 结果这个时候来一个大臣 不能算大臣 来个巨臣吧 就跟齐宣王说 大王你不要难过 你没有错 他说你说周公怎么样 周公他派他的兄弟 管俗 菜俗 祸俗 去监管武庚 武庚就是商周的儿子 结果他们一起叛变 周公如果先知道他会叛变 而派他去 代表他存心不良 不仁 周公如果事先不知道他会叛变 而派他去 代表周公不治 所以周公两个总有一个 不治不仁就是不治 周公尚写如此 你何必过度苛责自己呢 你看这种大臣书念得不错 但是这个心态要不得 他等于是替国君找借口 说你做的都对 一个人做错事 还知道遮遮掩掩的 你如果跟他说他做的对 他就明目张胆了 所以孟子最讨厌的就是逢君之恶 去逢迎国君的罪恶 他说这个罪过太大了 说到匡政国君 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是显得很有气魄 你看一哥当大臣的敢去匡政国君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 国君不见得都不好 但是我们只能说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天下这么大 不是一个人可以治好的 所以大臣有时候看到国君有偏差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他要匡政 孟子就说了 唯大人唯能格军心之非 只有德行修养完备的人 才能够改正国君心里面偏差的念头 换句话说 你要改正国君 你自己先修养好 你不能说我现在当大臣了 我专门去看国君有什么错 那你自己没有检点 那这样国君也不会听你的建议 所以这是一方面 你要先修养好 再设法匡政国君偏差的念头 所以作为大臣 第一个就叫匡政国君 第二个当然是尽忠职守 你本身的职务没做好 怎么能算大臣呢 那怎么做呢 孟子认为 人政的主张 必须要有好的大臣去具体实施 才能真正达到效果 而好的大臣 在能够匡政国君的基础上 还必须尽忠职守 但是孟子所说的尽忠职守 并不仅仅局限于做好本职工作 而是有更深一层的要求 那么在孟子看来 大臣该怎样做 才算是真正的做到了尽忠职守呢 孟子有一次到了七国的贫路 遇到当地的大夫 就是县长 叫做恐惧心 孟子就问他了 他说如果你的士兵一天有三次 没有守好岗位 该占岗不占岗 你会怎么办 恐惧心很有自信 就说不用等三次 立刻法办 孟子说 那么你的罪过也很大 你失职的事情也很多 当灾荒出现的时候 你的百姓老弱的在山上 水沟里面死了 年轻的逃禅到各地去 大概有上千人了 你不是有失职的问题吗 恐惧心怎么说 他说这不是我能够负的责任 我们虽然有粮仓 但是这粮仓是中央下命令才能开 摘荒的时候我自己当县长开个粮仓 将来法办是法办我 孟子怎么说 他说 如果有一个人替别人放牧牛羊 他就要负责替牛羊找到好的草料跟牧场 他如果找不到 就应该把牛羊交还给主人 他不能说 反正不能怪我 别人做也一样 牛羊饿死几只就算了 能这样做吗 恐惧心还算很诚恳 他听了之后就说 这确实是我的罪过 孟子就把这段话整个转述给齐学王听 他说你的县长我认识五个 知道自己有错的只有恐惧心一个 就把故事说一遍 齐学王很聪明 他就说这是寡人的罪 寡人有罪 所以这样才是一个大臣 你不能说我负这个职务 但是我不办事 老百姓没有照顾好 我不管 不行 不能找任何借口 做不到就辞职 所以作为大臣一定要能够尽忠职守 第三点 好善与优先 孟子很强调好善这两个字 他有个学生叫做阅正子 阅正子是鲁国人 鲁国国君准备重用阅正子 让他当这个执政的亲 孟子听了之后呢 高兴得睡不着觉 整部孟子书里面 他在这里最高兴 叫做喜而不昧 高兴得睡不着觉 学生就问了 说老师 阅正子要做大官 你高兴什么 他很刚强吗 孟子说 他并不刚强 他很聪明吗 孟子说 他并不聪明 他很有学问吗 孟子说 他并不是很有学问 学生说 那老师你高兴什么 孟子说 他就只有一个优点 叫做好善 什么叫好善呢 就是喜欢听取善言 别人只要讲的话有价值 我都很喜欢听 听到别人好的建议 我都很高兴 这叫做好善 孟子说 好善优于天下 好善在天下是最好的 最重要的一种 品德 尤其做官的 孟子后面讲得很生动 他说如果一个人 以为自己很聪明 当别人跟他建议的时候 他就说 呵呵 这我早懂了 他那个表情 那个声音 别人在千里之外 都听得到 都看得到 古代没有电视 孟子都这样描写 因为话会传出去 比如说有人跟国君建议 国君说 这算什么 我早就知道了 我那么聪明 怎么不知道呢 结果天下人就不会跟你好的建议来了 如果说你好善 喜欢提起善缘 天下人就会不远千里而来跟你说他的好的建议 怎么样改革税收 怎么样推动经济发展 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 那你这边怎么样呢 就可以及众善之所长 及时广义 所以孟子对于一个大臣 他的要求就是一个 你必须谦虚 必须心胸开阔 能够广纳别人的建议 这一来的话呢 等于是你去做到天下人的要求 好善优于天下 还有第四点 就是你要能够自己修养德行 这一点是一向都是没有问题的 修其天觉 而人觉从之 天觉就是天给我的觉位 什么叫天觉呢 孟子说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 八个字称为天觉 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他是一个人 他只有各种丰富的潜能 他还没有把他实现出来 我们讲人性向善 你只是向善 那怎么办呢 仁义忠信这四个善 没有问题 你要乐善不倦 乐于去做这些善 不要觉得疲倦 人有时候会觉得疲倦 说我已经做得很好的 做那么久了 还是没有效果 我们教书有时候说 我已经教得很辛苦了 学生孩子不用功 老师会疲倦 行善也会疲倦 所以孟子说 你要培养你的天室的爵位呢 就要做到这八个字 然后你的德行修养越来越完美 因为你要负责面对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比如我们行善必恶 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 是为了我对得起我自己人性向善 我自我的要求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能做到这个天决的话呢 人决 就是人给的决位啊 做官自然就来了 你如果没有仁义道德 修养不够 让你做官也做不好 或者做到坏官 耽误了国家的事情 糟蹋了百姓的愿望 那如果说你天决修养好的话呢 人决来了之后呢 那人生实在是很完美 儒家所谓的追求富贵啊 是以这个做前提 我如果德行修养好的话 我发财呢 照顾百姓啊 我做官呢 照顾百姓啊 这个何乐不为呢 所以这就是孟子谈到 从政的时候做官 因为你既然讲人政嘛 你这些官员啊 就要从这方面来学习 第一个 匡政国君 第二个 尽忠职守 第三个 要能够好善为先 最后一个呢 修养天觉 也就是培养自己美好的德行 所以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孟子 所谓的人政的具体的结果 孟子认为 要想实施人政 必须要有仁慈的君主 和有修养的大臣 只有这两方面相互配合 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但同时 孟子也强调 并不是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人政的理想就一定可以实现 那么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些人他做好事 做了之后发现没什么用 他就不做了 孟子就讲一个比喻 叫做杯水车心 有一车子的木材着火了 你说这个水可以灭火 你就拿一个杯子去救火 这一杯水去救这一整车木材的火 怎么可能救得到呢 结果你发现说 这个水倒下去没用 水不能救火 那干脆不要救酸了 像这就说明什么 你所做的好事不够 行人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不管是政治也好 实际生活上也好 学习儒家就一定要掌握到 所谓的做好事会得到快乐 是由内而发的快乐 不是外面别人的称赞 别人的鼓励 不是的 你如果不能从外面转到内在 那你永远在等待别人的肯定 那这个做好事是无缘之水 所以儒家讲人性向善 从真诚开始 力量由内而发 所以他的快乐也是由内而发 那这个道理呢 你要让老百姓 让所有的人都了解 了解了之后呢 每个人就把快乐呢 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只有这种内在的快乐 是永远真正的快乐 不受外面所干扰的 那么这一来你对于外面的贫或负 或者能不能得到某些权利 或者活得很辛苦 都比较不在意的 你能说这是一道幻想吗 当然不是 但是你把这个了解之后去实践 中间需要有修养的过程 那这个修养呢 你还是要问 修养很辛苦吗 如果修养也可以带来快乐 而在儒家认为 确实会带来快乐 那么这样的学说就可以普遍推广 通常我们学儒家 比较没有信心 是因为呢 我们缺乏去实践的一种恒心 你要长期的做 才发现说 这种快乐确实跟别的快乐不一样 因为它是来自于人性 来自于人性内在的要求 我们了解了之后 再把它用在今天的社会上呢 也可以知道 某一方面啊 我们是有相当的自主性 可以来设法安排自己的生活 但是大的格局来说的话呢 还是有人当领导 有人要被领导 它才能形成一个团体 形成一个国家 我们今天介绍孟子认真的理想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 孔子常说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因此 他着力于构建自己的思想 不主张批判异端 在孔子身后一百多年 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 但孟子却认为 一定要坚决地批判异端 对于异端 为什么孔子不批驳 而孟子却一定要批驳呢 孟子所说的异端 又指的是哪些思想呢 请进行关注台湾大学 著名学者傅培荣教授 为我们讲 孟子的智慧 批判异端 孔子常说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因此 他着力于构建自己的思想 不主张批判异端 在孔子身后一百多年 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 但孟子却认为 一定要坚决地批判异端 对于异端 为什么孔子不批驳 而孟子却一定要批驳呢 孟子所说的异端 又指的是哪些思想呢 请进行关注 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傅培荣教授 为我们讲 孟子的智慧 批判异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现代社会中 通常自居正统的人 把异己的观点称为异端 关于异端 孔子曾说过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也就是说 孔子认为 构建好自己的思想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批判异端 在孔子身后一百多年 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 但是在对待异端的问题上 孟子却和孔子的观点完全相反 孟子主张坚决地批判异端 同样是对待异端 为什么孔子无取批驳 而孟子却一定要进行 激烈的批驳呢 孟子是如何批判异端的 他批判异端的意义是什么 孟子所说的异端 又指的是哪些思想呢 请进行关注 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傅培荣教授 为我们讲孟子的智慧 批判异端 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异端 异端在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坏的意思 就是你提出这种说法 它称为异端 跟你不一样地称为异端 有这一端就有那一端嘛 所以在孔子的时候呢 他提到 他说你对于异端啊 没有必要去批判 他说公乎异端 施害也已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他说你去批判 不同立场的说法 就会带来后遗认 我这样翻译啊 所以